这个时候,有些人就开始质疑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了,他们认为美国人根本就没有登上过月球,这些都是瞎编乱造的,包括拍的那些照片也都是假的,他们还认为这一项计划和星球大战一样,都是为了脱脱一个国家,这个国家就是苏联,这些全都是一场骗局。 这些人们认为,在月球上只能看到地球和太阳,并不能看到其他的星球物体,在科学家的眼神中,宇宙不过是一场幻影,而且是存在于过去。 在我们的目光到达太阳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是太阳八分钟之前的模样,因为太阳与地球之间隔着非常远的距离,这个距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 虽然光的速度是一秒30000米,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它八分钟之前的模样,在地球上你大气层对太阳光有着一定的散射功能,所以我们在看向宇宙的时候,景象会发生一些变化。 在白天的时候,我们只能看见散发着蓝色光芒的天空,这个时候,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蓝蓝的天空,这也是蓝天的游蓝。 白天在蓝蓝的天空上我们看不到其他的星辰,在月球上,因为没有大气层的反射功能,我们从月球看望宇宙的时候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星辰。 在地球上,我们看到其他的天体的时候,已经不是很真实了,因为我们受到了大气层的影响。 在月球,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星星,还有非常远非常远的太阳和地球照都没有受到了大气层的影响,所以我们看到的物体都是真实的。 所以,我们在月球上看到的星辰都是他们的真实面目,如今,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非常迅速,我们国家的航天部门准备把嫦娥自豪发射到月球的背面。 在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,我们国家的贝索斯计划和美国的Message也都在计划登月球。 相信,在不久的未来,我们一定会对月球有一个崭新的认识。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,记得点一下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